這個問題應該在今天下午廉政署的調查官應該也在問柯文哲 你到底去過陶租影園幾次 柯文哲第一次回答一定是說 我就公開講就選後去唱歌一次歌 然後這時候調查官可能就會拿出一張照片 這個是不是你 柯文哲看一看 我忘記了 確定只有這樣嗎 再拿一張照片 這個是不是你 不要想騙 你們已經被盯上很久了 已經被盯了很久了 要不然檢察官不會知道 應曉威什麼時候去見律師 什麼時候跟沈慶金見面 而且桂雅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巧合 金華城這個案子被告的律師 幾乎都是特徵組推下來的 院邦如莊正正聲援 我甚至都懷疑 這個律師是早就請好的 可能是早就請好了 柯文哲跟沈慶金的關係是這樣子 就他原本其實跟沈慶金真的不認識 那柯文哲身邊有兩個人 可以擔任這個川針影線的介紹人 一個叫黃珊珊 一個叫應曉威 我現在還無法確定是誰 當是扮演比較主要的角色 因為黃珊珊跟沈慶金算熟 然後應曉威跟沈慶金的關係 自然就不在話下 所以到底是誰 關鍵是誰介紹的 柯文哲在這個案子徒利 很難擺脫嫌疑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金華城跟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訴訟 因為金華城一直主張 我應該有560的容積率 但台北市政府說沒有 你就是392 後來監察院糾正之後 給了金華城560 但金華城還不滿意 他說我要有更多 所以打了行政訴訟 2020年3月10號 大家還記得這一天吧 應曉威在跟便當會的時候 你知道在同一天發生什麼事情嗎 台北市政府的法治局 袁秀會局長 簽了一個簽成給柯文哲 問說我們跟金華城這個行政訴訟 要不要和解 柯文哲親手批了 數戰數決 不要和解 他左手批了不要和解 右手去跟應曉威見面 然後隔一個禮拜 陳情書就來了 然後隔兩天之後交辦 你覺得這個人可不可惡 可不可怕 他可以兩面手法 完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是台北市政府有勝訴之後 我相信所有的辦案人員 都很想問柯文哲一個問題 你有法律幫你背書 你就是給他560 法院已經幫你認證 你為什麼要給他840 你告訴我 柯文哲一定回答不出來 他只能顧左右而言他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案子 他土利罪應該跑不掉 各位啊 剛剛那個活動 那個是柯文哲市長卸任前 2022年的10月 對 當時黃珊珊正在選台北市長 恩 柯文哲去這個風塵浦浦去參加一個 看起來並不是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他不是公共建設 對 他就是一個財團的一個大型的開發案 對 他也不是像101那種是具有指標性的建築物 他都不是 柯文哲會跑去圖的是什麼 我就問你柯文哲 跟黃珊珊的選舉有沒有關係 恩 對不對 你去過陶珠元幾次 你真的自己已經忘記了嗎 我怎麼覺得今天是柯文哲彭震生 還沒看到黃珊珊的身影 對 黃珊珊可能在這個案子裡面 因為其實基本上公文上沒有他的印章 他沒有用印 恩 所以第一階段 這個案子你說要扯到黃珊珊 我覺得可能比較不容易 因為他完全沒蓋章 而且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幾個副市長這個不是他主管的業務 但黃珊珊無法否認是 他跟沈慶珊是熟的 恩 那他中間有沒有介紹過 柯文哲跟沈慶珊見面 對不對 那我再問的仔細一點 你在沈慶珊在陶珠元見面過程當中 有沒有其中有一次有黃珊珊在裡面 有沒有嘛 柯文哲你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他現在當然無法回答了 他要去回答檢察官了 所以光是陶珠元去過幾次 柯文哲就已經講不清楚了 記不記得馬英九 當時在台北跟富邦銀行在合併的時候 台北銀行股本大資本多 照理說應該是台北併富邦 後來變成富邦併台北 對不對 對 在那個之前馬英九去富邦招待所去了幾次 第一次議員問的時候 馬英九說我去過一次 後來議員拿出資料 馬英九說我去過三次 最後講說我去過六次 一次三次六次 柯文哲你要重蹈覆车嗎 你去過陶珠銀元幾次 當然 這就是婚口徑 對 你去過幾次 也許你覺得那個就不重要 我就去就去 我忘記了 這麼多年來對不對 搞不好人家 人家好像走廚房 就拔倒腰 市政府走廚房 很近的拔倒腰問說 那個沈董啊 去你那邊吃個飯好不好 今天有什麼菜 搞不好是這樣 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他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我跟你講 如果市政府不同意的話 因為從現在已經 我們知道媒體報導的內容裡面 我們知道 映小威不是沒有跟市政府基層施壓過 他在三月十號見柯文哲 之前才去見過彭正生 彭正帶著金華城的董事長去見彭正生 彭正生怎麼回答他 說 譯作這個都根的案子由上而下交辦不好 你應該是直接找都發局 從都發局研議辦上來 就走正常公文流程 彭正生等於是給他一個軟釘子碰回去 映小威他不甘心 所以三月十號之後才去找柯文哲 好 他找過基層的市政府官員 結果柯文哲竟然去問市政府官員說 為什麼不同意 柯文哲你應該去問市政府 你應該告訴市政府官員說 這個案子依法辦理 絕對不能同意 而不是去問為什麼不同意 當你問出為什麼不同意的時候 就代表你心裡想要同意 你現在只是要基層幫你揹這個鍋 幫你找到一個同意的理由 但這些公務員其實沒有那麼蠢的 你實在是很久 現在都還沒有看到柯文哲 你從來沒有這麼想念他過 不是 因為照道理已經九個多小時 快十個小時的也太久了吧 還是中間吃便當吃太久 不是吃便當很快嗎 對啊 吃很快很清廉 而且沒有廚藝 那因為案子 連盒子都吃掉了 案子一樣就是順藤摸瓜 讓我們來看看 參考性的內容是什麼 印曉威她不是前兩天要去香港 她還跑到台中要去 結果她的理由是說 為什麼要帶台胞證去校 要飛去香港 因為我媽媽的狀況 我媽媽九十幾歲了 去香港買香港才有的藥 你媽媽這麼多歲 你不用照顧嗎 你應該派余將軍去買 可以 是 派個別人去買 然後呢 包括審訊金被搜索的時候 她做了一個很異常的動作 我們本來一開始說什麼密室 不是啦 她其實跑到了安全門逃生 聽到那邊躲起來 然後說她想要去辦公室 顯然她也知道說 是不是要往那個辦公室那邊去搜索 是不是有比較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整個金流的部分 我請教韋陽老師 什麼樣進步來分析 這個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 印曉威的地位 她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從她去桃園出境 不曾又轉移到台中 如此等級的判斷力 我們就知道 應該不是多重要的角色 重要的事情交給她會砸掉 她可能就是有個議員身份 可以去執行議員相關勤務而已 還是要有人在現場盯場 那吳順明就盯場了 他去熟門熟路了 大老闆必要時親自出來 所以印就只是一個敲門鑽 他只是一個鑰匙 真的不重要 什麼藥香港才有賣 含笑半步癲 那不可能 其實是我愛一條彩 所以回歸 這個什麼 其他的藥都不要講 不太好 好 那回歸現在的格局 就是審慶金 柯文哲 兩個到底怎麼連起來 以什麼方式連起來 連得多緊多密 我的切入點 我們要把它回顧 我們之前都在看柯文哲的爛贈 最後的高潮 比柯文哲必須要開一次澄清記者會的 是什麼呢 那個商辦 買那個商辦 他說錢啊 是那個選舉補助館7300萬 那個房子呢 屋主即將出國急售 所以我花比較多的錢 去把它買回來 非常多跟我們正常邏輯相反 沒有沒有 他說他買便宜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價格是貴的 他說他買便宜了 屋主急售他買更貴 貴8萬一瓶 好 但重點在於說 他買這個房子 他有強調 我就是看 我就覺得想買 一般來說 即便你有7000萬的東西會進來 錢會進來 你會這麼樣水虧的 4000多萬就 立刻就出去 這個不錯 買了 要有這樣子的魚 你的背後的靠山 背後的大水庫 絕對不會只有7000萬 那個靠的應該是金山吧 他一定心中非常的安定 我們都說 什麼叫做魚育 你走到台北東區 任何一家餐廳 完全不看價格 走進去吃了 就這個 我們說這真的很有魚育 他不是 他不是 買了 這個餐廳我就買了 我就看了 我就買了 這間店面不錯 450萬 我就捐了 7300萬會進來 沒有感覺 為什麼 朋友 朋友一起走 格局都大了 我們剛剛會講這個 陶租影員 18億的東西 18億以後 進去吃飯 唱歌 如露無人之境 到底去了幾次 見了誰 會不會像今天其他民追降 我還有其他人涉入 我覺得這一個搞不好問那麼久 不是因為只有一案 會不會是四案 全部綁在一起問 我們就觀察下去